因为我们节目陆陆续续分享过很多高股息ETF 那有一档我记得我在去年节目也特别介绍 是00713 因为00713高息低波 我也还特别印象很深刻 林振峰 风哥 死骂支付月刊的社长 他也特别推荐了00713 因为他说00713年化的报酬率是超过12% 多头的时候不会输别人 空头的时候相对抗跌 所以特别这一次我们来聊一下00713 尤其是六月份的时候换股 引起很大的不同的讨论 有些股民就说AI那么强 为什么把AI给换掉 觉得没有想到新增一些成分股之后 绩效其实很强 对 那其实这一档 我有观察到它今年以来 算是后来居上的类型 对 那其实我后来去看了一下 它的编制规则 我发现可能很多人都误会一点了 因为00713这一档 它名称叫高锡低波动 对 那所谓低波动 我觉得大家都误会了 就以为它不会动吗 对 大家可能误会这个低波动 指的是50档的中钢 还是50档的红海 都是不会动的类型 其实不是 它这个低波动指的是呢 整个投资组合的波动最小化 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来说呢 它在面对空头的时候 它反而能够拿出比较抗跌的成果 对 那我们这张图也给大家看到 这个它第二次今年的换股呢 大概是6月16号那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纳静的成分股 那右边的是它剔除掉的成分股 不过我们可以看它后来走势 我们都知道嘛 那一段时间是AI大涨 那中间两个月开始AI修正 其实我们录影当下星期一 AI还是依旧大跌 对 没错 所以像这一段期间呢 它换过来 虽然错过了AI概念股后面的涨幅 不过我们事后来看 其实它纳进来的成分股 整体的表现呢 是比它剔除掉的成分股 还来得更好 对 所以就造成它后来的绩效呢 后来沮丧 对 所以呢 其实纳入了新的成分股之后呢 平均的绩效还有7%之多 那其实新增的成分股 比如说像是巨洋 这是基期比较低的传产 然后网通其实也是这一波的主流 投信其实也是有蛮多的一些买盘 包括益智然后起机等等 所以0073今年以来的绩效 古天特要帮大家特别分享一下 我这样跟大家看哦 因为它其实它今年以来呢 它波动其实都不算 下跌的时候 其实它是相对抗跌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走势哦 如果你是一档 看一档高息ETF 它是不是一档合格的ETF 你只要看它的走势 基本上哦 就是从左下往右上走 那像这一档呢 虽然说它是名为低波动 可是你可以发现哦 它拉长时间来看呢 慢慢来不一定比较慢 有时候呢 它还能够赢过大判 像这一档 我看了一下今年应该是 高息ETF当中排名绩效 前五名的 嗯 好所以呢 我觉得刚刚古天特讲那句话的 形容蛮好了 慢慢来不见的会比较慢 但事实上呢 我们就是对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 我们喜欢慢慢累积财富 长线累积财富 而且因为最近很多高股息ETF 绩效真的很好 然后大家就在比较说 到底是要买哪一档高息ETF 因为现在已经有13档了 后来我记得有一个粉丝来我的粉专留言 我觉得它的形容实在是太棒了 他说你们一直比来比去 到底在比什么 不就是存股吗 啊 你就选一档 你自己呢 觉得可以符合你的风险成熟度 还有资金状况的一档好的ETF 你就慢慢存 持续存 总有一天就像种树的概念 它一定会发光发热 好所以呢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事实上我觉得低波动这件事情很重要 特别是在空头或者是盘整盘的时候 对 那像这张图呢 跟大家说的就是 你如果一档股票呢 我们以10块来做一个假设 10块的股票跌到剩5块呢 它是50%跌幅 对 那5块的股票要涨回10块 它是需要100%的涨幅 就是要涨一倍啦 对没错 那如果你这个跌幅变成70% 就是你10块的股票跌到剩3块 那3块要涨回10块 那这是超过200%的涨幅 那如果是8成就更不用讲了 如果一档股票从10块跌到剩2块 你大概也不会相信做股票会赚钱的 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说 为什么这个 因为高息息跌幅大部分都站在长线 统治的角度 所以你这个抗跌的属性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具备抗跌属性呢 它像这种跌幅越大的情况一旦发生 后面呢 它要涨回成本价 那这个距离就越遥远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句的形容也很棒 跌越多想要解套越难 那有时候有些高息ETF 标起来真的是很恐怖 但是大家不要只在乎短线的绩效 因为我们是要存股嘛 就是你刚刚说的慢慢存 那比较稳健的一些方式呢 反而是蛮适合大家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溯过去的绩效的话 073完全不输大盘 因为像这一档 我自己也有统计 它从大概上市 大概接近六年的时间里面 它大概赢过大盘的年数有四年 这就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 你投资高息ETF 你不是只有担押在某一年度 你是每一年都会投入 所以对我来说 比较重要是你每一年的平均表现 你不是说你今年赢过大盘 那你明后明输给大盘 那这样没有意思 所以713在这一点上 它其实表现就非常优秀 在六年的时间里面 它基本上有四年都是赢过大盘 所以代表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进去呢 其实你都能够拿到 相对大盘而言不错的报酬表现 好那另外呢 我们再关心的是 0056我自己也有布局啦 那当然今年获利的绩效非常的好 那如果呢 观众朋友想要进行不同的配置的话 特别是针对高股息ETF 想要做一些配置跟布局的话 是不是也请古天润帮大家做一些建议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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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